高雄市议长许昆元不幸离世 市议会透过党团协商 无意义通过将要追聘许议长为永远的荣誉议长之外 对于政务官总辞之后 定期会的议程也将照常举行 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高雄市议会目前正进行部门质询 由于各局长将随韩市长总辞 纷纷请假不被寻 站起来打寻的都是副局长等事务官 外传定期会议程可能取消 等待代理市长的新团队上任 市议会则透过党团协商 决议定期大会照常举行 那是有很多议员是建议说 要先停会等到议长的这些智商事宜 办圆满以后再继续召开 那可是也有很多议员主张说要继续召开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 既然我们的议程都已经排定了 我们就按照议程到7月22号 那内容完全不变 另外五党联盟议员朱信强 在党团协商中提案 为表彰许坤源议长对议会的贡献 追视许议长为高雄市议会永远的荣誉议长 各党团总召五一一通过 成为全国议会第一例的荣誉议长 那我们是不是来聘请他作为我们议会永远的荣誉议长 这个案子也要在大会大家通过 一直通过 所以今天请他们来协商 请他们就是没有意义就是全部签名通过 副议长陆淑美表示 许议长生前担任26年的议员 将精彩灿烂的一生都奉献给市民和议会 而有关许议长的智商事宜 也将由他担任智商委员会主委 各党团总召担任副主委 共同协助遗署办理智商 那其他的委员就是以议会为主 就全国的政府议长 以及跟我们许议长 七届当过同事的这些议员担任 就是公计的时间 在我们6月27号就是礼拜六上午9点 高雄市市长遭罢免 议长又揍事 府会龙头接连出状况 目前只能够以不变应万变 稳住政局 尽快让市府和市议会维持正常运作 记者金献忠 赖长帮高雄报导 我们原则是上开市